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长相思两首播引爆热度 杨子再次化身绝美女神,粉丝期待拉满 近日长相思二在腾讯视频上首播,热度值迅速突破25000 杨子饰演的小妖更是成为站内首位热度破译的古装女性角色,瞬间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作为备受期待的续集,长相思二不仅延续了前作的情感纠葛和复杂人物关系 还在剧情和角色塑造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杨子一直以来都是观众心目中的实力派演员 而她在长相思二中饰演的小妖再次展现了她在古装剧中的超强表现力 小妖这一角色不仅要表现出细腻的情感变化 还要在复杂的剧情中保持角色的独特魅力 杨子通过精湛的演技,将小妖的坚韧与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长相思二的首播不仅吸引了大量书粉和剧迷的关注 其热度值迅速突破25000 成为战内热议话题之一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一数据反映了长相思二的高质量制作和杨子的强大号召力 不少观众表示,期待了这么久终于播出,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还有观众称赞剧中的角色塑造和情节安排 每个角色都很立体,剧情也紧凑,完全被吸引住了 长相思二在剧情方面进行了升级 不仅延续了前作的情感线,还增加了更多的冲突与悬念 小妖与枪玄张婉一世,图山景邓卫视之间的情感纠葛依然是剧情的主线 但随着新人物的加入和事件的发展,整个故事更加复杂且引人入胜 特别是小妖与枪玄之间的感情戏,既有甜蜜的互动也充满了波折 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既揪心又期待 首播后,微博上关于长相思二的讨论热度持续升温 很多网友在观看后纷纷发表评论 有人称,杨子真的很适合演这种角色,她的表演让人感同身受 还有人表示,剧情设计得很巧妙,每一集都有新惊喜 不少书迷也对剧集的改编表示满意,改编得很好 既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又有自己的创新 长相思二的首播无疑是成功的,不仅在数据上取得了亮眼的成绩 也在观众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好评 杨子等主要演员的出色表现,精心设计的剧情以及高质量的制作 使得长相思二成为了近期最受关注的古装剧之一 相信在接下来的播出中 这部剧还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持续吸引观众的目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